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早晨 欢迎收看《开市錦囊》 我是林始童 现在先跟大家跟进 歐美股市昨晚收市的情况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 调低全球经济预测 以及美国新冠肺炎个案 再次飙升 亦打击美股 美股早段开市 道指曾经要跌236点 全日低见25,209点 但受惠美国将会放宽银行监管的消息 银行股带动大市回升 道指尾段加速向上 曾经升323点 全日高位触及25,769点 至于收市仍升299点上来 道指收报25,745点 升幅大约1.1% 标碰白指数和纳指 亦分别升大约1% 标碰白指数收市升33点 收报3083点 纳指方面升107点 全日收报1017点 在美国上市港股与托证券 就是个别发展 匯控制入比本港收市升大约0.8% 中移动跌0.82% 联通跌0.02% 中市亦跌0.73% 至于欧洲股市亦都是跟随美股做好的 伦敦富士100指数收市升23点 收报6147点 法拉福Dex数收市升83点 收报12177点 巴黎Cat指数收市升47点 收报4918点 还有商品期货方面 油价上升大约2% 旗油升大约2% 收报每桶38.72美元 上升71美先 伦敦布兰特旗油收市升74美先 收报每桶41.05美元 金价 美金酒强不利金价表现 期金向下 期金收报1770.6美元一盎司 下跌4.5美元 看汇市方面 避险需求推高美元5 对欧罗美段升大约0.25 对日元上升大约0.1 看最新的美元汇价 港元7.7503 日元107.18 欧元1.1215 英国1.2417 瑞士法郎0.9488 佳元1.3638 欧元0.6878 柳山元0.6422 美国国负债10年期 债息报0.69 30年期债息报1.43 恒指 刚刚开市 暂时跌134点 最新增加24644点 国企指数跌60点 最新增加9874点 大市成交暂时90亿 这个环节到这里 稍后回来 还有其他直播环节 我们稍后再用大家看着 这个线 要财物一提提提 现货黄金买入价1760.6美元 买出价1761.28美元 现货白银买入价17.7195美元 买出价17.7765美元 以上资讯由要财物一提提提